OK,6点半了,我们直接开始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埃托斯汇市策略专场 我是埃托斯的客户经理哈瑞 今天是我们这个汇市策略专场的第11节 我们是讲一下这个技术指标 菲伯纳切回条线 我们在讲之前 我们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一个行情如果说要上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 是不可能直直上去或者说直直下来的 OK,大家就比如说不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 直直上或者直直下来,对吧 大家如果是有投资过的话 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大部分投资产品呢 都是一个波浪状 上去 然后一波一波往上 一波一波的往上 或者说一波一波的往下 对吧 比如说在一个上升的行情中啊 高点不断被抬高 以及低点不断被抬高 所以我们就是认定 也当然也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这里呢就是说会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样一个上升 上升波浪 对吧 如果说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 走到一个回调位置的时候 就是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这是我们就会想 这是一个回调还是一个反转呢 像我这个画的图一样 到了这个点 可能是反转 它可能是继续往下走 对吧 那它也一样 它可以从这个低点之后呢 继续反转上 上行 所以说呢 在我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利用到这个技术指标 叫做非波纳协会条线 所以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讲课 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风险提示 本次讲座所提供的这个信息 仅为一般属性 并没有考虑到您的一个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 或者说其他需求 您做投资决定之前呢 我们是建议您寻求独立财务的一个意见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非波纳西回调线 也又称黄金分割线 在交易市场上 大多数的技术指标都具有滞后性 导致交易者在使用时不大好掌握 但是呢 非波纳切回调线呢 是具有提前性 也是能够帮助好 就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挂单啊 提前布局 那其实非波纳切的追随者呢 观点就是说什么 既然自然界中这么多这个 是由这个非波纳切的比率组成的 那么市场 我们这个投资市场 也是一定适用的 所以说 很多分析师呢 采用这种方法 用一种通过 非波纳切回调位 比如说市场已经上涨 并且像所有市场一样 不会直线上涨 开始回落 交易者呢 就会考虑用这个非波纳切的 这个比例 去试图找到跌势 可能停止的地方 提前 趁着这个市场恢复之前 找到这个上涨的位置 进入市场 那这个非波纳切回调线呢 常用于这个寻找上涨航行中 微调的支撑位 或者说 大家应该知道支撑位 上涨行情 我们就说它这有一个支撑位 这底部我们叫它支撑位 或者说我们在做下低行情的交易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它的阻力位 这条线 我们就是我们用这个线呢 也就是为了找到这两个点位 支撑位 阻力位 用于我们寻找目标 对吧 那本次研讨会呢 将会以三个板块 表示概念介绍 基本用法 以及实战方法 最后我们会通过MT5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自己去画这个网络连讨 就是我画这个 飞沃纳契回条线 我们在讲座的过程中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通过Q&A 或者说直播的朋友 可以直接在弹幕中打出来 直播的朋友 一般会有这个小助手 会为你解答 或者说我们在结束之后 为你解答 好 我们从这个概念介绍开始 飞沃纳契呢 是一种这个极为古老的 一个数学方法 它就是一组这个棋的数列 如果懂的人呢 他应该能了解 就是一 一二三 这上面写的 我也就不多说了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这个数列呢 是有一个特性啊 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任意一个数字 都是由前面两个数字之和构成的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 然后前一个数字呢 与后一个数字的支笔呢 是趋近于一个固定的常数 也就是0.16 0.618 因此呢 61.8% 也就是成为了这个 菲波纳契的一个关键比例 也被称为黄金比例 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就是数学数列中啊 数字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啊 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数字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自然界啊 都是有很多 遵从这个比例的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啊 这个这是在网上的 很多都是有这个答案啊 比如说雄性蜜蜂的数量啊 除以啊 就是蜂群啊 蜜蜂的蜂群 雄性蜜蜂的数量 除以雄性蜜蜂的数量 磁性和雄性之间啊 那这个数量将得到的比 答案呢 答案呢 就是1.618 那向日葵也是 每个新种子距离前一个种子之间 都是0.618转啊 你说 然后我们这个人类也是经常会说啊 谁谁谁有一个黄金比例的一个啊 脸的一个分布啊 包括他的啊 钱币长度与手的这个长度的比例是啊 1.618啊 这怎么都是说 就被这个啊 叫做黄金分割 那 就我们就 这边讲的是概念啊 如果你能了解呢 那特别的好 如果不了解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要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啊 0.191啊 0.382 0.5啊 0.618 0.8091啊 这些数字是什么啊 我们可以讲一下 数列中呢 任一个数字都是由前两个数字之和构成的啊 前一个数字 与后一个数字的比例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0.618 后一个数字呢 与前一个数字的比例呢 就是趋近于1.618啊 1.618和0.618有互为倒数啊 其成绩则为1 我没给大家写下来是觉得什么 就怕太乱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研究数学的话 这些 我们可能要用手啊 笔啊 去记一下 我们才能算明白啊 其实呢 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再知道这个数字来源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讲啊 其值呢 趋近于2.618啊 后面的两个数字相比呢 其实趋近于0.382啊 理顺下来 这些奇异的数字组合就能反映出黄金分割的两个基本比值 也就是0.618和0.382啊 这两个数字啊 0.618和0.382和0.618是我们在用飞波纳器回调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数字啊 一会儿我们会在MT5和10盘上啊 给大家展现出来 画这个线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 我们就是大概要知道一下这个数字 3.82618 我们在啊 画图的时候 这五个数字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去记一下啊 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方法呢 黄金分割线在交易中呢 也是分为五类啊 比如说 辉波纳器回调线 我们大家一直用的啊 辉波纳器扩展线啊 辉波纳器时间区间 辉波纳器这个扇形线和辉波纳器弧线啊 在这个呢 就是呃 在广泛的交易中呢 都是呃 用得到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主要重点讲的呢 就是辉波纳器回调线的应用 也是最实用啊 也是投资者最喜欢的一个啊 技术指标 说一下基本用法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 是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数字构成的啊 那呃 呃用呃用目的是什么呢 是寻找上涨行情 中回调的这个支撑位 以及下跌行情的这个阻力位啊 这里呢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什么 有需要两个方向嘛 对吧 当我们再去选择方向的时候 啊 这里是说选取前期高点 然后呃 抓住鼠标移动到低点放开啊 这是就是说一个基本用法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什么下跌行情呢 那就是一般选取的就是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高点啊 以及近期的一个低点啊 我们从这拉下来啊 选中这个飞波那切指标 上涨行情就是啊选择上涨行情 对吧 下跌行情啊 我们就是这么从这儿拉到这边啊 如果说是下跌行情 如果是上涨行情 那我们就是从前期的一个低点 到近期的高点 选中飞波那切 从这儿拉过去就可以啊 那我们如何判断回调线是否有效呢 其实我们就是啊 要看一下 它是否呃 在已经有这个成功的这个 案例啊 是否有成功的案例发生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看的这个点 我们这些就是一些啊 基本用法 包括概念这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很了解的话呢 其实啊 就是还蛮不错的 对吧 毕竟如果我们对数学很 呃有研究的话 如果不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数字是定死了的啊 我们只要选择了 大幅飞波那切回调线 这个数字是我统一的 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什么是黄金比例 对吧 最起码如果说我们不喜欢用这个指标的话 我们要知道 哎61.8就是黄金比 我们应该可以从很多啊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61.8这个数字 叫成为黄金分割 把我们直接进入试盘啊 首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下跌行情 哎我们从近期的一个呃 高点对吧 达到 近期的一个低点 这就是一个下跌行情 啊我们也可以从这儿拉 我们也可以从这儿拉都可以 我们从这边拉过来说我们可以看 哎我们这里给大家标出来61.8 啊我们就是最主要的这一个阻力位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啊飞布那切的这个回调线呢 其实一看啊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数字对吧 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清吧 可以看得清应该啊这这是这几个数字那我们在从这儿拉到这儿的时候 啊一会给大家演示啊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啊有直播的观众啊 所以我是先放了几张PPT啊大家先看一下啊我们到最后会直接给大家试换拉啊到时候呢如果大家是有什么啊比较想看的这个投资产品啊可以在留言板说一下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和自己拉的有什么区别啊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下跌行情用的是啊那斯达克100的这个指数啊是啊四小时图啊我们从这边拉下来课 我们可以看又是1.8这个强比较强力的一个呃这个线比例 我们可以看这里他这里尝试突破但是呢是引线突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所以他没有上去所以他跌下来了那如果他这里跌穿了上去上呃涨穿了就是升至又是1.8上方那其实呢这可能是有一个上涨的一个信号那如果你是做快进快出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边买入啊但是呢 可以看很快没过几天没过几个小时啊没过几个呃k线他就跌下来了 他这个时间是一直在这个时间波动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61.8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呃上涨和判断的这个他是一个上涨和下跌的一个呃买入点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其实可以看61.8我们为什么说选择61.8是最比较准确的呢因为可以看当他在碰触碰到61.8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下跌行情他会特别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对吧他会比较的一个准确那我们在画完线之后我们就要看这个呢是否有成功的案例当如果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的成功案例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这个菲波那契的回调线呃就是画的是呃比较准确的 我们就可以说呃是可以再继继续使用啊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不可以的时候我们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去重新去画这个回调线啊我们看60.8这就是一个呃下跌行情 ok我们看呃下一个好是上涨行情啊这是也是找了一个图 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下跌行情和上涨行情啊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讲上涨行情怎么画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低点 然后拉到近期的一个高点哎我们在拉上之后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呃飞波那契回调线是否就是有很多的成功案例对吧 你看61.8给大家看到了那其实这个线呢就是比较的就是说我们这是呃 aos200啊澳洲的股指大盘啊4个小时的k线图 我可以看61.8如果说他的这个上涨就是到61.8的这个呃不够强力啊比如说我们说只是引线触碰而不是就我们大家知道k线的引线吧 这是蜡烛图对吧那上下那就是这个呢就是引线 好吧 我没擦掉 好那他如果是只是引线触碰的话那其实他是有极有可能他还是一个上涨的行情啊触碰到之后我们就要说是我们叫这个线叫什么独立位啊 啊不是的支撑位吗对吧我们触碰到支撑位之后说明这个61.8的支撑位非常强劲啊他在这里就会反弹 大家可以看到啊哎他在这几个呃数字呢23.6啊 啊那是8.250也是都是各自的一个支撑位和阻力位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看61.8我们后面一个一个慢慢讲 67.8也是这又是触碰到61.8也是同样还是引线触碰没有实质性的触碰到所以说他在碰到这根线之后就是一种反弹那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哦好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再选择我们就可以在 我们就可以在61.8的这个位置 哎我们可以在这边挂单啊我们飞波那切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去预测这个行情嘛对吧我们去 呃选择就是我们去观察观察是在什么点位去挂单啊这也是我们就一直要找的支撑位和阻力位的一个作用很多投资者都是 呃用通过呃阻力位和支撑位看是否有强劲的一个啊突破的一个形式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买入 这是至关重要的啊那我们如果说61.8是一个非常呃就是坚挺的一个支撑位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在61.8这个点位 买入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啊他如果触碰到了38.2 哎 上去还是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卖出我可以做短线当然我们也可以做长线啊慢慢来讲啊这里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上涨行情我们在上涨行情中怎么去拉这个呃飞波那切的回调线 从低点再重复一下啊到高点拉上去 我就会有这个线 那这61.8就是他的一个强力的支撑位啊如果你能在你就是说在这边挂单就好他这里对应的多少钱你就可以在这边挂单如果你觉得说啊他可能挂单我进不去对吧可能那一秒钟的事啊市场反应太快如果我没反应过来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往上稍微抬一下 对吧我们可以往上稍微抬一抬 这就是一个上涨行情的一个解释 啊我们刚才一直说如何判断这个呃这个呃呃飞波那线回调线是否有效的就是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啊 是否有成功的案例啊以及我们刚才强调过0.618线是最重要的一个黄金分割线啊因此呢这条线能否担当起上涨行情中 微调的支撑位十分重要我们刚才说支撑位 上涨行情中 哎 我们错这话 是否能 0.618 是否能担当起这个呃上涨行情中的支撑位呢是十分重要的 很明显呢我们刚才看的呃澳谷大盘的那个是非常的呃坚挺对吧 啊后面当然我们在画完之后也会看得到很多 0.618呢并没有那么的呃比如说呃这个支撑位并没有那么的强劲啊那就意味着我们画的可能会有问题呢我们就需要重新去画 呃再给大家就是这呃目前来说都是一些比较基本上的东西啊大家知道费波那线回调线是是什么啊 啊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是比如数字组成是什么 呃到我们看完0.618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0.764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图上都有0.5啊0.3120.236这些 啊都对价格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和阻力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我们就当我们判断了好了它的成功案例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画的这个费波那线回调线是非常的有效的 我们就可以在继续呃接下来的交易中是使用这个呃回调线啊去用它的这个呃支撑位和阻力位 我们再呃看一个呃case study好吧这个是黄金啊因为近期黄金波动还是蛮大的我们一会可以用试盘上来讲一下啊今天这个图呢我也是就是说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呃看这个呃 呃费波那线回调线 嗯黄金 这是从什么时候 2月23号今年2月23号一直处于一个下跌行情 而目前也是呃刚刚啊经历了一个W的一个盘整如果大家看日线图的话其实看四小时图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明显W对吧也还行 哎慢慢来啊我们看一个下跌行情那我们刚才说了下跌行情是怎么划是从进击的一个高点啊拉到 拉到近期的一个低点那我们拉完之后我们可以看飞波那线回调线哎首先我们找什么0.618 哎在四个小时中首先这儿 看我们看没有到快到66.618的时候反弹回来这里也没有上去说明他还是比较有这个作用的对吧 利点赚市书那我们是看下跌行情橢线 那其实这就是什么线 这是阻力位了吗 就是阻力线 对吧 好我们继续看吧 那我们看 0.382 对吧 咦我们 South-america 看这一个阶段 其实 我们这个画的就还还算 还算 比较明朗明朗对吧 我们看0.382呢 它是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盘整 如果你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者 对吧 那我们在触碰到0.382的时候 这里 我们可以看 它如果再次触碰 它碰到了之后 它可能有一个上涨 你这里呢 就可以做多 当然你如果是短线的话 你可能都不会等到一个小时 或者四个小时 会特别频繁的一个去交易 那我们在0.382的时候 我们可以触碰到一个支撑位 我们可以做多 阻力位 我们就可以突破了 那它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四个小时的K线 是完完全全在上面的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做多 那你就会有这个一个盈利 当然你是 如果你是做长线的话 你肯定是不能看四个小时的图了 我们给这个举例呢 就是一个举一个短线的例 38.2 它这边跌破了38.2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空 因为对于黄金来说 我觉得像我们自己的客户 我自己的客户 还是做短线的比较多 长线也有 但是长线大部分都是在 1700左右去选择去做长线 当然了 现在我们也没法说 因为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还是1740 但是下午的时候 随着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涨 黄金也是有所下滑 我们一会儿试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现在 现在已经有在Q&A里面说 老师一会儿讲一下什么产品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听的话 我们一会儿会直接去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好 我们继续 OK 那我们看38.1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主要看什么 61.8 38.2 这两个是我觉得 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比较支撑位 独立位 是非常准确的 两条线 当然也不光是我 这所有的 不管是自身的投资者 还是基金经理 他们都是觉得这两条线是非常的 因为毕竟大家用的多了 就肯定知道哪一个好 可以看38.1 好的 一会儿我们会看 大家可以慢慢说 各种留言 已经有人说 一会儿分析一下A50 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黄金 黄金 对 这就是说 因为这不是石盘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黑文大器的一个画图怎么画 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有效性 可以看 就是可以看得很明确 他基本上就是碰到一个阻力位 和支撑位之后 他就会形成一波回调 他如果完全突破 他就是 我们叫什么 这就是一个上涨行情 比较短暂的上涨行情 对吧 那一个K线四个小时 其实这也是个好几 这也将近一个三天的一个 K线图 好 那就是我们如果在我们在用菲莫娜切做黄金的时候 这样 这个呢 我们是什么 因为最近比特币应该也是非常的火热 我画这个图是六万 现在应该更高 应该是 也是我们这是下跌行情 那其实呢 它其实也不算一个整的一个下跌行情 虽然说从这到这是一个下跌 但是呢 它从这还是往回走 那我们也可以看 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 我们看啊 先找什么 0.618 38.2 对吧 我们就看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基本上是碰到之后 如果它是完全穿过 那它最起码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空间 如果它在慢慢慢慢慢慢又靠近61.8 下破 那这就会有一个做空的信号 对吧 这就会有一个做空的信号 当然 如果它没有破到50%这条线 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是什么 引线触碰 那触碰 不管它是触碰61.8还是哪一个点位啊 它只要触碰的是引线 那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它的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并没有那么的强劲 就代表你如果说还要再继续等它下跌 那就有风险了 对吧 那我们最好就见好就收 所以说我们再去做这种比如说比特币 比如说黄金 这种比较大波幅的交易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还是以短线为主 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 做一个长线 我们再做一点点短线 就是对冲一个风险 因为我们在通过基本面分析 我们之前几节课是有讲过 应该是三节课三节课之前吧 我们是讲基本面分析 我们说基本面分析呢 是要搭配技术面分析一起来运用的 那我们在基本面拿到一个 我们自己了解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熟知的一个产品 我们觉得它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上涨空间的 那我们在进入长期的时候 买入了点位了之后 那我们在短线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空的 就是小单 比较小的单子 然后让我们比如说对冲的风险 哪一天公布一个数据 今晚上的CPI数据 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操作 当然我们可以一会儿会慢慢说 不过说到这的话也可以直接说一下 今晚上这应该是10点 澳洲时间10点半左右 有美国的CPI数据 也是投资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数据 它就是消费者消费指数 如果看过这个基本面分析的投资者的话 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的 应该也会关注 如果为什么说大家都很关注呢 包括各大网站 各大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一次 是因为近期首先拜登的这个财政刺激法案 就是基建的那个 再加上就是各种印钱QE 导致的一个通货膨胀 都会从这个CPI中反映出来 如果说CPI真的比我们预期要大了特别多 那就代表CPI这个通货膨胀就会 通货膨胀吧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就会上涨 那如果通胀率上涨的话 那其实像大中产品 大中产品这种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学过经济学的应该会更明确 大中商品是对冲通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飞风大气 刚才说的是基本面分析 飞风大气属于技术面分析 技术派 他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他的阻力位和支撑位 对吧 那其实比特币这种这跳空 跳开的这种肯定 是和基本面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者都要兼顾 都不能说只看一个 尽量两者兼顾 这样才会确保我们的一个准确性 对吧 好我们继续 然后 这个是原油 原油这是当时画了一个日线图 我们刚才一直都是四小时图 那我们做长线 因为我们一直自己 我们各种研讨会也是有推荐过原油 对吧 应该是很久 我们一直都是有推荐原油 他在一个长线的话 当时就是一直一个中长线看好 目前就是去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 去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 那如果说原油 我们看日线图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飞风大气还是一样 我们看上涨 我们近期的一个低点 画到近期的一个高点 我们再去直接了当一点 看两个线 又是1.8 可以看 直接可以看得到 首先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 支撑完了直接上涨 它是在这个位置直接上涨 而这里下跌的那天 跌到了这个支撑位 撑住了 回去了 对吧 第二天开盘回去 那下一个就是什么 38.2 38.2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在这个原油 我们日线图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说非常的准确 它到61.8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反弹 对吧 38.2的时候也是一个反弹 如果我们做短线交易 很多客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都是以小手术为主 短线交易为主 那你在学会几种分析指标之后 你就会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是土壘位 什么时候是支撑位 比如说61.8 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买入原油 我们到38.2 如果我们觉得它突破不了 因为它这里可以看得到是引线 引线突破 所以说它可能突破上涨的动力 不是特别的高 那它我们到这里呢 就可以选择卖出 反手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一点点的一个空单 比如空单如果不好把握的话 你可以不做 等它到跌到 又跌到61.8的时候 你可以挂一个单去买入 那你就会最起码是了解 什么是支撑位 怎么在支撑位和阻力位之间呢 去获取这个利润 就是原油 好 举例我们刚才举例也举例了不少 就举那么多 在菲波纳切回调线中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用一下 因为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用这个 叫什么 叫多重菲波纳切回调线 叠加进行交易 我们就可以画两条这个菲波纳切回调线 比如说有多次 这个回调线呢 在接近价格水平形成支撑或者阻力的时候呢 该位置呢 将就是非常 就我们就说更 就是更有用了 更支撑 更有阻力的作用了 那双根的回调线会比单根的回调线更具有影响力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原油吗 还是原油 这是波兰特原油 刚才应该是UK WTI原油 原油 我们画第一条 这是近期的低点 高点 我们再画一条 近期的低点 高点 同一个高点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哎 这根线 重合了 有一点重合 对吧 这根线重合 那我们就说什么 这根线其实呢 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阻力位和支撑位 我们上涨行情 那我们说的就是什么支撑位 那一般来说 只要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发生 那原油呢 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 有有力的一个支撑位 我们也可以看到 没错吧 对吧 我们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们从历史复盘来看 我们历史复盘 还有句话是什么 其实也是 把后炮了 对吧 但是也是有有 就是有准确性的 我们是要是要去对比历史 我们才能知道 怎么去再进行进行交易 那两个支撑线 重合 就代表这个支撑线非常有力 那只要他没有特别的 那你想啊 如果他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或者说我们在这啊 我们其实就可以感觉得到 他在跌到这个位置 就说这个两根支撑线是非常有效的 是非常合理的 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去做交易 这这个回调线 我们在对应的这个价钱的时候 就是一个我们买入的一个点位 当我们就是分析过 他是比如说他是像原油啊 对吧 最近伊朗那边闹得又比较严重 像之前OPEC家的这个减产增产的这个会议 如果说他宣布减产 或者说他宣布增产 那对原油的价格影响非常的波动啊 当天波动非常的大 就像这个 这天其实就是 OPEC家宣布 宣布这个减产啊 那代表原油这个需求就非常的大 公布应求 那他上涨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里有一个阻力位 到了之后他又下来了 对吧 那我们画完线的时候 我一看得到 这里确实非常的强有力 他再有一个什么基本面的事件 让他掉下来 那一样我们有一个双线的一个支撑位 因为我们现在画到这里对吧 那这个双线的支撑位就非常的强有力 我们可以看他跌不下去 他再有一个事情 他跌下去了 但是呢我们说了 这个支撑位还是比较有力的 他一天之后他就会长回来 主要他这个点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啊 因为近期这波原油大跌的话 应该是跟美债收益率涨有关系 但是问题不大 支撑位还是非常强有劲的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买入的一个点位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双重这个 非波纳切的一个回调线的一个应用啊 大家应该很了解吧 如果知道单重的话 也会知道双重 我们一会给大家画一下就明白了 好 我们现在呢就是基本概念 然后就是给大家学习几个例子 我们应该也 已经讲完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扫描一下 ATOS的这个金融小助手微信 或者直播的朋友应该可以点击 右上角有一个 添加微信小助手 我们可以问一下问题 留一下留言一下问题 当然有什么 就是意见啊也可以提一下 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实判的一个演练 好 我们黄金这是我刚才 底下班之前画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 看不看都行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遍黄金 我们可以看一下黄金的这个吧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 日显图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四小时图了吗 对吧 写错了 日显图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在可以用好几个指标啊 我们可以指标搭配的使用啊 如果我感兴趣的话 我们其实呃上节课和上节课都是讲的 布林带啊 MA啊 啊 RSI的这个指标的应用啊 如果还想去呃看一下回放的话 可以去扫描小助手的微信 呃啊 我们怎么去添加这个飞波那些回交信呢 MT5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熟悉吧 呃文件啊 登陆先登陆好微信啊 不是这个微信登陆好交易账户啊 然后我们插入 指对象 对不拿去 回交线啊 当然这个也可以 这里应该也会有个大家应该这里也会有一个 啊 我们就一看 如果说下跌行情的话 我们从近期的一个高点 啊 这里也可以 OK 往这画 点住啊 点住下拉 这个近期的低点 好 好 我们拉住了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画好了一个日线图的一个 呃 飞波那些回调线啊 好 啊 那对 呃 说一下这个有时候啊 飞波那些回调线啊 不是我直接看着这样 我们怎么去调啊 首先我们有可能是这样 对吧 哎 这边看不到怎么办 而右边有个这个 呃 从右边框转移图表啊 点一下 哎 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在未来的一个走势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从左边就是新新数据进入啊 也可以点都可以点 然后我们在呃 左右呢也可以上下拉动 啊 因为这个别看就是说非常容易啊 但其实很多 图字者刚开始使用MT5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啊 包括MT5的这个后背 背景板啊 怎么去使用啊 我们可以在最后再就是把点击右键啊右键 然后一直往下滑 有个属性啊 啊这里都可以去啊 啊都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啊颜色啊背景啊显示啊这些都可以去啊 啊自己去自定义啊 自定完之后去保存一个模板之后我们随后啊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啊这个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去啊 去问您的分析师啊这个他可以去呃教您怎么去弄然后菲优娜奇灰条线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打开之后属性 哎一看普通啊我们也可以自己给他起个名字然后呃风格红色这个线给自己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几个是线 一般来说啊这几个就够了啊我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时候会把这些很多线都删掉我只看 0.382 0.5 0.618啊只看这三条 啊但是大家可以这么拉出来看一看对吧没什么不好啊只是如果说你是做一个非常短线的一个交易的话你可以只看这三条线 然后参数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块跟可能跟我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如果这个不点开我们可以看什么样 那我们看就到这 对吧到这我们那我们后面的怎么看呀所以我们要哎点开哎还是点右键 属性 所以我们啊右摄打开左摄就是往左边延展嘛对吧往往就是这个往左延展啊右摄就是往右延展啊可视化这些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又说好哎这边就出来了对吧好我们呃延归正转啊费波那西汇调线啊日线图黄金你们觉得呃看一下我们刚才一直说看哪两条线啊61.8 对吧对吧以及23.6我找根笔啊稍微等一下 呃OK 61.8 哎38.2 你看如果他说呃跌破了这61.8对吧 可以看确实继续往下跌啊他想回来但是他继续往下有一个还真是一个下升的下跌的一个趋势吗那38.2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回到38.2的时候哎 又是引线触碰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他上涨动力不够啊他如果上涨动力直接够呢32.2突破那就直接往5061.8升了对吧那他的行情就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说38.2这个阻力位是非常的强劲的 啊我们在如果我们之前提前就画好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在到了38.2的时候他就会经历一波往下回调 对吧那如果他跌破了23.6 这是一整根线都下去了可能继续跌 然后0.0哎可以看得到哦他可能没有那么下跌的一个动力 不管是从技术面来讲还是从基本面来讲啊他其实黄金要说跌到这个位置一下多少钱 1670几吧对吧很难吧对吧我们一会看一下准确的一个 啊现在看吧 多少 以前677吗对吧你真的说他真的跌到这个位置 难度还是真的非常大的 找一下OK 好继续啊23.6啊那我们就说哎他跌到这那我们如果说他又不跌到这了 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什么上档上涨的一个呃买入的一个信号吗对吧 那这也上去了哎我们看突破了23.6啊又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位置38.2 我发现哎他没有突破多么完整 你看他如果想突破的话他对起码 他整个半一半三分之二的这个k线都得突破 这个线对吧238.2这个线 所以说啊我们就说他上涨的动力不够强大 就是说你看他第二天直接经历了一个第二一天回调 哎从1700这个位置降到了这个位置 对吧 啊那我们目前来看他现在又回到了23.6 啊他现在是日线啊 我现在也是这试盘我们可以看这个钱是在动的 对吧 这呃英国这欧洲那边开盘了吗 就是说黄金在动 他今天的下跌呢也是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一个轻微上涨 那我们刚才说我们怎么去 结合 呃基本上分析呢 如果你是做一个短线交易的啊 那我们就说在38.2的时候 这种时候你就是一个做空的一个信号 啊除非他说什么 你这做空了 你这里还没有去take profit 还没有止盈的话 啊那你什么时候应该止盈呢 他如果说你到23.6啊 他没有完全下去 啊那你就做空的那单你就可以差不多止盈了 啊他除非他整个他今天一下 这这根k线变成这样的啊 啊那那你肯定是赚的嘛 啊你可以再等一等 他只要不会再回到这根线的话 他其实都是一个 下跌航墙嘛 是吧那他如果有一个回回调 在这的时候你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场点 啊因为我们做空真的 不是很多投资者可以把握住的啊 就是很就是说把握很长时间 那虽然我们说很容易就开玩笑说啊 我们很容易套牢啊这种话 但是呢其实 呃你要真说真到自己做空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容易去把握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可以做空只是我们去说什么 我们在投资股票投资产品的时候 投资黄金投资股指的时候一个 对冲啊当天的一个损失的一个工具啊 不要说天天只想的去做空 当然很多投资者是非常喜欢做空的 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做空 因为呃就是呃就看个人习惯啊 还有一个盘感的这个问题 但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来说 如果比较慎重的话 就可以选择啊 呃尽量就见好优秀啊 哎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比如他这种 其实呢我们再看一个技术形态 我们也叫做W什么W双底 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有说过啊 不光我们呃包括花旗啊 这种比较大的这些啊投资公司啊 这些机构啊都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形态嘛 双底这个底的这个非常的强劲啊 我们看我们这跟我们非波纳切零 是一个底发现了吧 哎这个底是非常的强劲的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 在这个位置啊买入点位 这就是一个买入点位啊 如果你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抄到底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你可以在这挂个单 可以在这挂个单啊 这1700左右吗 这不就是1700左右对吧 1700左右黄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入机会 尽管说他这几天 呃这个呃W底没有彻底形成 因为呃怎么说 我们说W底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我们说W底是什么呢 哦 又没了 OK 我们说大路是什么 其实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哎 到这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买入信号啊 这里这种是个买入信号 像哦 这个黄金呃大飞黄大窃38.2 是个买入信号 他应该这样 他今天这个底形成了呢 他应该是上涨的 那他既然他没有上涨这个空间 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投资者啊 或者个人的投资者 会在这个点去买入 对吧 因为他到了38.2 如果他这 我们当时觉得他完全突破了的话 我们肯定会买入 那我们不管说我们买与买入 W底到这才下来了 对吧 那就说达六这个双底呢是没有形成 但是呢也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 他这个下跌的趋势呢 其实已经完全的攻破了 对吧 我可以再加一个线 下行通道 哎 可以看到吧 下行通道 其实呢 滑上 这是下行通道吧 对吧 我可以看 这个下行通道 其实他是已经什么 突破了他已经之前的一个景线 那如果说那我们这样可以说什么 其实黄金呢 我从中长线来看啊 不管是技术形态还是 就我们单单说技术形态 其实这里就是 还算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 技术形态 并不是说他现在 没有突破W底的这个 上涨的一个行情 他就没有什么 可投资的一个价值了 其实呢 还是有的 啊 我们 技术 因为今天这节课讲的是技术指标 可能说了有点多这个技术形态的问题 不要太建议 因为我一直是 就是推崇的吧 我们技术形态和 技术指标和 基本面分析呢 是同时进行的 比较好 大家学的越多 肯定知识掌握的越多 也会帮助我们的判断 判断的也会越准确 准确啊 如果只单纯靠这个 技术指标的话 那 肯定 不如 相结合比较好 我是这么觉得的 当然 我觉得也会应对 好 我们刚才说一下 刚才现在有几个问题了 先说一下 黄金 黄金已经讲了 A50 A50最近关注的 就是投资者特别多 我自己有关注 因为大家应该 多多少少都会关注一下 A股 尽管个股 不好买 但是A50股指 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因为 他屡创高点之后呢 他就连续了几波下跌 对吧 那我们再去画这个 飞波纳切的时候怎么画呢 首先 我们点这个 先移到这边来 方便我们自己用 对吧 我们点飞波纳 形态线 我们可以从 就是从这里画 来拉 拉到低点 进去一个低点 把前面拉这都行 这两个差不多就是一个支撑位 我们可以看 那现在 我们刚才说 行 先看这个 找一根笔 OK 我们看最先找什么 61.8 31.2 38.2 我们画完这个线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要直接找这个两个点 我们是为什么 是看这个 我们画的线 到底准不准 对吧 我们画的线到底是否 是否是一个 合理的 我们看61.8 突破下跌了 好 直接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我们看看 对吧 还是还可以 对吧 38.2 有没有一个支撑的位置 还行 倒不是特别的准确 但是也还可以 说他会有一个 微微微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但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 我们在 我们可以一会看一下 4小时图 我们先看一下日线图 那他目前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 一对一段时间的盘整 因为大涨大跌 太多了 那势必是要进行一个盘整 一样 我们就说 比如说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们说没有这么直线上存 那为什么他一定上来之后再下来呢 其实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叫做什么盘整阶段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产品 他在盘整完之后 他可能是这样盘整 可能这样盘整 盘整完之后呢 非常好的产品技术面 长远来看非常好 那他就会往上涨 这种的 外汇市场里边 一般这种 形态的是什么呢 那股指啊 只有股指了 那哪个国家的股指呢 大家应该也都差不多 因为我都知道这么说了 肯定不是中国的 只有美国的三大股指是会这样 因为它是保持一个长远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就说 做股指的话 当然美国三大股指是最受欢迎的 那澳股股指呢就是最稳定的澳股股指 我们一会慢慢看 那A股股指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他盘整期间呢 因为我们做A股的 如果股民嘛 应该都知道 个股很难买 除非你只买两个一个茅台嘛 对吧 然后就一个 没有没有两个 就是买茅台嘛 那在A股我们做股指 就是说看这个 就是我们国家 大盘的一个走势 目前去一个盘整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呢 这根线 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支撑作用了 因为他今天到这里 他连这次到了 到这之后 支撑住了上去 到这之后呢 上涨动力不够 23.6的上涨动力不够 又下来了 来到这 我们我们会干嘛 我们可以观望 他如果说跌穿了这个零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 他如果说比如说 我撑回一下 OK 他如果说他的这个K线 这样 或者说今天已经关了 那我们说下一天 哎 那这样呢 那我们这个 飞波纳切 基本上就说 已经说 已经用完了 我们可以用下一个了 我们可以再一个近期的高点 再往下拉一个 一个 因为新的地点出来了嘛 对吧 那我们就再往下拉一个 新的最低点啊 出来了 我们就再往下拉一个 看一看 呃 他是否能再突破底下的这根 呃 支撑线 他如果突破了的话 就代表 他就真的要继续往下跌啊 啊 那同样 他如果这根线他支撑住了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学位的一个上长信号 A50的话 说实在的 大家应该也都懂啊 不是那么的好预测 因为 这个背后的因素特别的多 这个大家如果真的做过的话 这个真的跟能力啊什么 我们有关系 看你有没有消息是最关键的 啊 这个就是说 呃 看你是否 就就是觉得怎么样了 如果他这真的是支撑住了的话 啊 那很有可能他在这里 会这样 他是这么个走向啊 啊 就是非波纳切 因为没有人能百分百准确嘛 但是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大概 因为因为什么 我们目前画的非波纳切回调线 暂时啊 都是有效的啊 这几个点位都是有效的 啊 那同样 那如果说他在这里回调了啊 他到23.6 哎 怎么说上去了啊 那就我们就看下一个38.2 啊 那我如果听到现在应该当然很多人都了解了吧 就是这个飞波纳切这每一个数字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阻力位 而至成为呃 呃 如果他突破了的话 它会继续上涨 当然我们光看呃 这一个也不够用了 我们要结合各大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才可以就是说更好的才能去预测 好 我们去呃 A5-0 这个就是 呃A5-0啊 呃这个客人我不知道应该呃您您 呃能明白吗 行那我先来去看一下别的 我们看刚才说啥的 澳股吧 我们看澳股 因为澳洲投资者还是比较关注澳股的 澳股目前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 这是期货 期货我们的期货是 没有该藏息的 这是现货 我们可以看现货 现货就是价格能稍微的明确一些 但一样期货的现货是一样的 我看如果我们就说我们在试验的时候 就看到这种什么八呀 多少多少手的这种线 对吧 如果碍着我们事了 我们怎么办 打开右键属性显示 把交易历史水平线取消掉就好 对吧 这就好了 然后缩小一下 好划线 然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四小时图 因为四小时图还是蛮 蛮准的 澳洲大盘 好不容易快到7000了 结果没上去就下来了 我们画一个 澳洲大盘就是比较慢 大家也知道澳股就比较慢 一个 一个投资标的 我们画个两重的吧 对吧 投资品种 投资比较低 画个两重的这个飞帽大切 上涨航庭 好 那么你看有没有比较 双线和差不多合并的呀 有 澳美 可以没问题 这个客户说 说一下货币队啊 行没问题 我马上说一下 说澳美 棒美以及交叉盘 没问题 说快点说 就说 这有一个非常支撑位 这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 但是大家吵澳股的人也都懂 短时间跌到6800以下 除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所以目前来说 这个支撑位还是非常的强劲 然后我们就看哎 他现在就是在这个波动的这一个 盘整如果你想去做短线的话 你可以在23.6这边去做多 然后他如果能上涨的话 到这儿你就可以去迈空信号 他如果在23.6穿破了 比如说一个k线都这样了 那是吗 我们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是吧 我们alc 这个应该我们讲了好几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奥股就是奥股股指了 不多说了 现在 有客人问这个 呃 奥元 好吧 奥美 奥美最近也还是蛮不错的 为什么呢 调之前调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近期啊 现在是0.76 近期这个从基本面 我们要 结合来看 基本面我们就是为了看这个 呃 点位啊呃支撑位啊阻力位啊啊 这些点位 那而技术面 技术面那基本面我们看什么 看的是他的一个长远啊 近期我看了一个报告就是呃 Westpac的西太银行以及啊 那个呃 呃瑞穗啊 他们是对澳 有一个预测啊 就是看高 看高 奥元 为什么呢 因为奥元 他的这个 走势非常的一个 因为奥元跟什么挂钩啊 铁矿石吧 铁矿石大宗商品啊 那我们再去呃 他们去在预估评估的时候 是觉得这个奥元 在2022年和2021年 就是2021年是到0.8啊 2022年是到0.85的一个均价 啊 现在是多少 现在0.76 就是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呃投资品种的 啊 奥元 当然我自己也会跟客人去推荐这个 呃 去做一点奥元的这个一个投资啊 比如说我会加上会说0.75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包括黄金1700啊 啊 并不是我们在乱说啊 是因为呃 包括通过和这个呃 这个几个花旗高盛啊 这种呃 他们的图环报告啊 以及 以及什么 以及我们用这些技术指标的分析啊 我们是这种总结出来 我们会感觉得到啊 这可能是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投资品种啊 目前来看比较啊 行情比较明确啊 比较清晰 啊 找根比啊 啊 奥元 我们可以看啊 从第四小时啊 低点高点 对吧 近期低点啊 近期高点 我看上涨行情 对吧 那刚开始看什么 61.8 38.2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呃 61.8呢 确实 哎 还不错 目前来看 这个啊 触碰到就回去 这边触碰到就回去 啊 上面呢 也还就是都是比较明确 像 30 8.2 啊 38.2 啊 这个是现在啊 其实我们看 38.2呢 就 嗯 嗯 也还可以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直接穿过的嘛 我们就说直接穿过的话 就可能会影响这个行情啊 那一样 你看这个K线 它又有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呢 也是一个呃 非常就是能影响到下一个形态 一个走势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呃 呃 K线啊 我们看啊 如果说这个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准 我们画的这个 那我们就画的好一点 这个不准 画的不好 那我们画的不好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看没有什么 特别就是能让我们觉得 这个我们画的是准确的 一个信息 那我们就肯定不能要 吧 那我们不能去应付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 看大一点 哎啊 刚才是画了一个上涨 那其实我们往大了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呃 从三月份开始 往下跌的一个行情 那从这往下跌是为什么 是因为美元涨的比较猛 对吧 那我们从这往下往下拉的话 啊 画一个下跌行情的一个线 因为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看了 不准确 那我们就肯定不能用 要用啊 就肯定要 我们画完之后 发现有很多成功案例的 对吧 好 我们一看 哎 看这个 哎 61.8 38.2 哎 好像这个还可以 对吧 你看啊 61.8啊 他只要跨一下跌穿了 那他基本上就是 因为 为什么 与这个下一个这个线 再碰到就比较远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看 因为他直接破了两根 支撑位 非常下跌的 行情非常的 大 沿着破了两根支撑位 啊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啊 那每一次呢 快到61.8的时候 他只要没穿过 他就会下去啊 他这边呢 也是引线穿过 没有用 继续下去 我们就说哎 这个就不错 对吧 这个我们就画的就 还算 呃 也就是说准确 啊 包括38.2 啊 你看 基本上 还是非常的准确的 那我们从这可以看 哎 他又到了 就目前啊 这现在的价格 又到了38.2 那我们说什么 那今天还没动完吧 对吧 那四个小时 如果还没动完的话 这根K线还没动完 那如果他完全收在上面啊 那就有可能 他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就说他收在了这 啊 对吧 啊 他就可能下一个黑线怎么做 他就不走 哎 对吧 那如果继续往上涨 上破这个 那这就是一个上涨行情 那我们就说 38.2 这个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呃 阻力位 他如果上破了的话 啊 也跟我们平常一直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如果上破了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 这个点就是一个买入信号 他对应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买买入信号 对吧 对不对 这个价格也是买入信号 啊 那一样 如果说 他跌下来了 他在这个位置 没上去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 就是可以在这边 这个位置去做空 啊 我们去预测 他是往下走 他只要 他如果继续跌破的话 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下跌行情 但是 呃 一样 我们为什么 我一直也在强调 我们要 呃 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 一个总结来看 啊 我们要去总结的看 就说 澳元啊 呃 毕竟大东商品 它在中长期的一个走势 是比较明朗的 我 什么是明朗的 就哪方面明朗的 就是他其实呢 是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的 呃 我们再尽量去做交易的时候 如果说 这个投资产品 它是一个上涨行情 对吧 它如果是一个上涨行情的时候 啊 比如说在现在 它是正在盘整了一个行情 对吧 盘整的行情 那它如果在上涨行情的时候 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一定要去慎重啊 比如说这种 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一定要做慎重 尽量走短线 好吧 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上涨行情的时候 OK 然后这有一个客人说 看股票 其实那股票 呃 不是 不是不能看 可以看 这外汇啊 现在就 差不多就到这啊 如果这个 刚才这个客人说想 还要还想听棒没 以及交叉还棒日啊 业帮队日元 这这这 其实呃概念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想就是说有更深入的这个交流的话 你可以就是扫描这个小助手微信 然后你就找哈瑞 然后我可以在那可以聊一下 啊 或者说找您自己的这个分析师 我们都可以去聊一下 啊 没有关系 然后呃 刚才一个客人说股票 股票呢 其实可以看 但是呢 不准 为什么 直接切到股票账户了 呃 因为股票数据太少 流量就是这个呃 它的这个 呃 呃 股票的这个交易量啊 太小了 就没有办法去让我们的这个数据 呃 就是这个数据其实是不准确的啊 比如说今天讲的这个呃 这个就今天涨得特别好的一个最配 是因为他发了一个好的财报嘛 对吧 那一个他 他澳股的这个交易量 不是我瞧不起啊 是真的澳股的这个交易量太小了 你对比黄金外汇市场 这每天的这大的交易量是差很多的 所以说不是不能化 就是说化了也不是很准 就只能这么说 因为啊 量不够大 那你就没没法去用这个技术指标去分析 这也是为什么啊 其实很多呃 做交易投资的人啊 做着做着外汇之后呢 会觉得呃 做着做着外汇会觉得会比股票好啊 刚开始可能大家都是选择去投资股票对吧 呃 呃 呃研究这个个股你要去分析他的啊 财务报表啊 资产负债表各种啊 比如说啊 你去看他的公司盐包啊 这种快账率啊 这种 就是要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而你去做外汇呢 其实就比较容易 你就只需要看国家的政策货币政策 以及这些国家的新闻这些就行了 而且没有操盘手 所以说啊 这个非不纳切的话 不是说不能看股票啊 只是因为 这个股票啊 没有什么 呃 那个 呃 是就是量太小 以及后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啊 首先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奥特差 啊 对啊 我们还有奥特差 对啊 我们有这个课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奥特差 就是啊 一个啊 给大家提供信号的 我相信我们的客户应该是有收到邮件啊 啊 就是每天交易信号啊是多少啊 然后我们这个客人问为什么老是货币队啊 没有各种指数啊 不会没有的 只是可能说什么 你如果收到那封邮件没有收到指数 可能就是当时他发邮件的这个时候呢 指数啊 没有啊 和投资的机会啊 你可以去 就是啊 打开这个奥特差 在这边去 呃 看一下 我看看这台电脑有没有啊 如果有 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哦 这是股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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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是股票账户 哎 等一下股票账户他就 就是做不了 啊 可以看他回到了这个奥远 他就是说他在这个短时间了 他没有 啊 就是说你在那个时间段了 他没有一个股指的一个 啊 交易信号 所以说你可能没有看到啊 你如果还有这个这方面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 呃 留下微信啊 你可以去小跟小猪手反映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说让分析师跟你联系啊 包括你可以找我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啊 这个股指的这个问题啊 他是有的 还是有的 然后呃 请问如何确定上升航行还是下降盘整航行 然后决定怎么引 这个线 是高到低还是低到高 呃 我可能 嗯 我先我先我先打开一下这个 拿一个 拿一个图来看啊 呃 怎么去看是上升航行还是下降航行啊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呃 哎呀 好了卡住了 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先给大家解释的 啊 好了 呃 我们又如果说要看上升还是 呃 下降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不通吧 这个 下降吧 知道 那我们在去找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去判断他就是上升还是下降 而我们是看啊 这四个上升还是下降 那我们看这个是不是个 双击可以删掉啊 我们看那这是不是个下跌 我们看总会看的对吧 那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下跌航行的时候 那我们只需要把它下跌的这个呃 高点啊 到低点啊 那我们看的这个就是一个下跌行情 那如果我们是看的涨行情呢 那一样 我们这样看 从这儿 从低点啊 既然有低点 我们就看低点啊 看这儿 看到这儿 看到高点 对吧 我们这么拉啊 如果我们是看一个看涨行情 这个判断的话 你要去看它的基本面 比如说这个产品 还是是否是一个上涨行情 还是下跌行情 比如说去年 这个因为疫情 美元会一直下跌 因为大量的印钞 那你去做美元 相对的 比如说美加的这种货币的时候 去年一整年就是一个下跌行情 这种的话是可以判断的 如果短时间的这个上涨 还是下跌行情 判断的话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总不至于的 就说七根K线 我就给你判断一出 这是一个上涨 还是下跌 对吧 很难 因为我们要看的话 看的就是一个整体 我们在寻找飞龙大气 回到线去用这个点位的时候 我们也是就是说 从这个低点到高点 这是判断上涨 那从下跌行情 我们从高点到低点 对吧 高点到低点 我们刚开始这节课 开头是讲的这个概念 这个问题 如果您是就是说 没明白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回放 对吧 如果盘整呢 是吧 好 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盘整 那其实我们看 就就单纯拿这个audus来说 那其实我们看他 他就是在这个区间 0.0到61.8 这中间这是一个 他没有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波动 对吧 他没有一个大波段的波动 你看 我看他就是一个 画图 画图比较清晰 对吧 画图就是最清晰 你看我们这种 这不就是下行通道吗 那这种 盘整吧 这就叫盘整 就是说我们这样 盘整的时候 这就叫盘整 K线形态的时候 那如果 他这个形态 他继续往上走 走到这儿 我们大概率通过 比如说这61.8 这个线画的不好 61.8这里 那我们就说 他就上 他就会 如果他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下行动力的话 他在61.8这里上去 好吧 他如果23.6这边 比如之前的一个景线 景线 他没有 他就说 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上涨动力 那他在这里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阻力位 那他这就会下来 他需要上涨 下下下跌的一个 就是打破这个盘整的僵局 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去迫使他打破 所以这么看的话 大家可以明白不 那这个很明显 下跌行情 下跌通道 那这也是一个盘整 这个就是一个盘整 好吧 这我希望回答你 如果还不明白 我们其实也可以 就我一直说的 加微信聊 因为我们既然公司有提供 就是一对一的分析师服务 大家就可以成为我们客户以后 好好的去利用他 有问题 我们一对一的去解答会比较好 包括有意见 比如说我讲的哪里 你觉得可能不对 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 因为肯定不会所有人都懂 但是这样概念性问题的话 我肯定还是比较稍微专业一点 开玩笑 毕竟这也是 就是一些比较概念向的东西 对吧 那我们看 就是盘整的区间 就是这样 我们看 50 32 8.2 如果说我们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要看这个线画的准不准 刚才是随手画了一个短的线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不是很准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小行情 我可以看23.6 38.2 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唯一有用的就是这个61.8 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成功案例 所以说这个是不可以用的 我们要重新画 画一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下跌行情 对吧 我们也可以从这儿画到这儿画 刚才画了一个下跌行情 只要成功案例越多 就代表我们画的这个费文纳切回条线 越准 然后刚才问AutoChartis那个客户 应该也是我们的老客户了 对吧 那你如果觉得AutoChartis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去跟我们联系 好吧 那就已经7.42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直播 以及包括我们Zoom Meeting的直播 就到现在结束了 大家祝大家有个好的夜晚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扫描这个小助手的微信 或者说我们就是私下联系也可以 找您的分析师也行 不打扰大家休息 再见